曾经的曾玉成主席 杨建平副主席 举曉辉副局长 宏景轩主席 各位主题嘉宾 两岸四地的青年朋友们早上好 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 有志于创新创业的年轻创客 我们聚集一职 举办两岸四地青年创意论坛 搭建交流新平台 共谋发展新机遇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此我仅代表中央政府助党联合办 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诚挚的问候 既然是创意论坛 自然离不开一个创制 广亚云创实里面 阐明创是从一个从无到有 过而后立的过程 正因为有创 人类社会才不断前行的动力 我想来自两岸四地 以创为梦的年轻人 有着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 与其他创客相比 你们更接近成功与梦想 因为创是青春永恒的主题 在座多数年轻人 是风华阵梦的石头 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阅历 又有少年壮志不严重的勇气 正是旷新能力最旷盛的时候 刘顿22岁发明了危机分 迪尔盖施21岁创立了微软 马化腾27岁创办了腾讯 古今中外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今 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青年创新创业增添了科技功力 现代青年服务 使青年创新创业 克服了资金障碍 浮化器的建立 为青年创新创业 提供的政策支持 创客群体的年轻化 专业化趋势 越发明显 在过往年 年轻人面临的环境条件也不同 在新时代 你们只要愿意掌握机会 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意世界中 就一定能够战尽天使 不护青春 更为重要的是 神州大地今天正涌现着 创新创业的热潮 在过去 由于基础陆落 中国制造在很长一段时间 几乎是仿制 三在低端的代名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内地市场活跃 创新水平不断提高 2014年 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 越基世界第三位 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八点七 是唯一出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 腾讯 华为 中铁等拥有创新 建政的企业正着步走向世界 马云 李彦宏等 中国合伙人 成为两岸四地年轻人的偶像 与此同时 中央 英式力道 大力推进 大众创新业 旺众创新的发展在内 政府不断的减政放权 强化服务 为各类创新创业的要素融合互动 心脏打开 可以说 神州大地今天正是创新创业 鼓掌回沃之时 两岸四地和中间的经济体 也正因为 民主 民主因时而变 知者随时而至 创客的朋友们 也在这里 种下了事业的总谣 今天 两岸四地资源共享 优势互服务 也将产生叠加效应 历史不同的社会背景 也孕育了不一样的比较优势 不同的成长环境 也培养了不同的 特别的年轻人 这种存意 让中华民族 拥有了各方面的创新能力 求同也将使这些潜力 得到释放 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推力 在今天 内地的互联网家公司 香港的金融创新能力 再加上台湾的文化创新产业 通过相互交流 学习借鉴 两岸四地的青年创客 就能够少口关路 早日通达通普 另外在人才的培养上头 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薪人 在内地创办的大疆公司 马云的左右榜 阿里巴巴集团的执行副主席 蔡崇信 也是来自台湾宝岛 应该看到 随着两岸四地交流的日益密切 这种合作创新 合伙创业的故事 屡见无先 另外在产业链的分工上 两岸四地的市场 技术 资金 法律等各方面各有特色 在创业过程中 如果能够折忧而取 统筹利用 就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青年朋友们 你们是时代交职 确实拥有仰望星空的资本 但也请牢记 中华民族曾经以四大发明引以为豪 以创新能力著称于世 后来由于总统原因 我们逐渐落后了 如今当我们迎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应该深刻的认识到 创新能力的复兴 也是应有之一 这也是各位创客 肩膀上陈必定的责任 希望各位通过这次论坛 广交朋友 启迪智慧 促进发展 更好的创造 属于你们和两岸四地的光辉未来 最后祝论坛活动圆满成功 祝各位嘉宾健康快乐 万事进入 谢谢 谢谢